现在呢我来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制度和人是不可分的 没有脱离人的制度 也没有怎么样 没有制度的人 那么在人类进入这个有社会以后啊 那就是说人这形成这个单个人租成家庭 然后租成了部落以后啊 那就是人一旦进入社会化 都会形成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刚才讲 它是和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 以及人的思维啊 以及价值判断都是密切相连的 那么开始呢 他这种制度呢 完全是人为的这个 为适应那个地方的管理而制定的 但是呢 逐渐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对吧 社会是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很多的制度却不能发生变化 为什么呢 制度一发生变化 往往影响的怎么样 是尤其是好的制度 影响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 既得利益群体 一个社会的变化呢 它影响最大的呢 往往是社会的既得利益层 既得利益已经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它满钵满了 它不希望这个制度变化 一旦变化 它的这个官位啊 它的既得利益有可能失去 严重的 就可能生命和家庭呢 都会失去 所以它是最反对这种制度变化 但是社会的呢 一些社会下层 这些社会下层是 怎么讲呢 就是一种愚昧嘛 这个林雨汤说了嘛 中国有这样一批人 利益每天都受到损害 但是他却具有怎么样 天天去捍卫 同志阶级的这个存在 为同志阶级去 去怎么样去奋斗 那么在这种社会呢 就很难改变了 对吧 社会上层 他不愿意改变 社会下层 这个缺去拼命的维持 去维持 那个这个社会就 制度很难改变 这个一旦这个社会呢 当上层和下层 都不愿意改变的时候啊 那你这个社会 又我想 尤其我们中国的社会呢 又不存在 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中国呢 其实是个假说 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说 你的你的钱啊 你住的房子 或者你的小车啊 一定处于这个社会的中间 你就是中间阶级 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 在我的认为 或者很多的 我看很多人也这样说 那就是说 他就有一种价值指标 那就必须你的思想 认为我是这个社会的中产 我就是社会的中 中间阶层 我这个中间阶层呢 就具有怎么样 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我要控制社会上层 对权力的这个加强 一方面可以怎么样 使我得到的权力 不会被侵害 同时呢 要为下层去奋斗 只要能 只有社会下层的利益 能够得到保障 那你社会中层 中产阶级的利益 那肯定能够得到保障吧 你像尤其这个 希腊文化里面 那很多的知识分子 可以说从来没有 没有几个说歌功颂 在为这个同志阶级 歌功颂的 都是绝大部分这个人 都是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去说话 如何让下层人民 得到公正的这个社会待遇 让社会正义 怎么能够树立起来 对吧 尤其亚里士多德 给苏格拉底 都是对社会正义 做了很很高的 很这个很详细的论述 就社会必须有正义 那正义什么呢 正义就是公正 公正什么呢 就是社会各阶层啊 那么都应该得到 它应该得到的东西 不应该让哪一个阶层啊 能够怎么样 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占有绝对的这个同志地位 不管是社会的上层 还是社会的下层 那么社会只要一旦正义 能够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心中 能够有一个最高无上的这个地位 这个社会绝对不坏哪里 但是你像法 你可以想象中国这个历史 中国文化上 从来就没有提过正义 中国这个古代有正义这个概念 但是正义的概念 它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社会公正的这个正义 它是把一个词啊 一个字啊 把他这个意思啊 这个给他怎么样 给他 过去比如说 这个意思已经理解错了 他给他纠正过来 他把这个作为一个正义 那说这个正义 给现在我们讲的正义 不在一个 不在一块 就是不在一个 根本没有一点交合的地方 那么当一个社会 能够具有正义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国民啊 他就能够怎么样 按照一定自己的价值观 他就他就奋斗 对吧 你这个社会一旦出现 统治阶级 这个对人民剥索 那么他就会纠结起来呢 他就会向这个统治阶级 去去战斗 去斗争 而且这个西方很多的文化啊 他都会把人民的反抗 这个反抗认为是 就反抗本身就是正义的 你像开国 这个美国的开国的 这个谁 这个杰弗逊 他就直接就说过 对吧 人民的反抗本身就是 还有这个 叫什么东西 他们都提出这样 就是人民自然反抗 你肯定你的社会本身不公正 反抗本身就是正义的 但是你看看我们中国 中国本身 他就是反对怎么样 他就反对这个 就是所有的这个文人啊 他屁股都坐在统治阶级这个 这个帮旁边啊 那他就是维护这个社会不正义的 他就维护这种社会不公平 维护社会的严重的等级化分 那么他意思呢 来个维这个社会 捍卫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呢 作为他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他就会怎么样 这会一旦出现 这个不好的地方呢 他就会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相反呢 中国社会就不能 中国社会的这个 我刚才讲了 中国的社会生产方式 他以农业为主的 中国的这个农业啊 一个是老子的这个小国寡民 是他的一个 一个最理想的境界 这个发家呢 他一直是阐述的 一定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 老百姓啊 都困在土地上 困在土地上 老百姓就要淳朴 老百姓一淳朴呢 就好统治 那你说的是啊 他因为他不懂啊 他愚蠢 那么老子不就是这样 讲吗 小国寡民有力 这个事啊 民要这个实际服攻击心 让他吃饱 让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你讲上 他就信上 那这样情况下 说他就好统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和西方就有明显的差别 就是在这种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下 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下 人本身之最 你像中国历史上 这个 可以说现在都看到 对吧 这么三天方的评书啊 浏览方的评书啊 对吧 你听听古代那些东西 其实那些东西 中国古代的呢 所有的这种价值性的文化 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这种传这个思想的东西 都是这种 这个有着恶毒的东西 对吧 你看现在电视剧啊 为什么能够那赞美皇帝啊 古代的皇帝各个人 都是那么这个仁慈啊 那么和蔼啊 可谦啊 对吧 那么是这个具有人情味啊 其实差点相对 中国历史上的 真正有人情味的皇帝 寥寥无几 那中国历史上这个皇帝 是比魔鬼还残酷的 这皇帝特别多 哇 像 像高阳啊 像这个隋阳帝啊 还有夫 夫这个 夫 夫 夫剑的前任 就什么东西 夫什么东西 都一个个都是魔鬼色的 比魔鬼还 还魔鬼 为什么呢 就是你 那么我在开始呢 讲到了就是一个社会的 这个专制与民主程度呢 他是是一种程度 在不同的社会呢 他是有着松严 算是这个松紧不一样的 宽松不一样的 那孟德斯就有这样一句话 说的比较好 就是说凡是掌握权力的人 都会滥用权力 他一直这样做 直到他碰到障碍时为止 这句话呢 我们拿过来来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所有的掌权者 都会滥用权力 这是这可以说在西方的这个可以是共识 但中国人不这样认为 中国总是认为掌权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或者是他老坟地里面有那个耗子 他的这个 他的足备呢 激励了对这个赢得 或者上帝呢 上天呢 是赐予他的 这是也是个很大的不同的这个区分 另外呢 他都碰到障碍为止 是为止 那个碰到障碍 这个障碍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掌握着这个巨大的生杀之权的人 他那会碰到什么呀 大家想一下呢 要么是怎么样 尤其是一个国家统治者 那么要么是外族的入侵 要么是本国人民的抗衡 唐英比呢 有一个在他理论中呢 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一类概念 叫做挑战与应战 就任何一个社会内部 或者社会与外部都存在一种挑战与应战 这样一个对这个既是锚定的 也是统一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说你不可能 你一个这个人啊 你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那么他到底是对你 他会产生对你的一定一种压抑 比如说生活环境啊 因为这个物财富啊 比如他得到了 你会得到多 你就得到少 权力也是一样 那么摩西林得多了 另外人就会得少 权力空间同时也是一样 对吧 人民去争取 去奋斗 去斗争 那如果权力空间相对的呢 就比较大 那相反 如果老百姓啊 这对同志阶级啊 这个听之认之 不管多么严重的压榨 他都能够乐意去接受 即使不乐意 他去沉默的去接受 那么这样就会是壮大同志阶级 对人民的这种专制 专制过 我剁你两胶 你不动动 那么我肯定很想剁第三胶 对吧 所以这个权力呢 碰到这个 碰到障碍 那么当一个这个国家的权力呢 碰到障碍就是就是国民 只有国民起来捍卫你的权力 和同志阶级进行这面 一直进行的挑战与应战 对吧 时时对柯柯对这个同志阶级 那么进行的让同志阶级的 禽水不安 达玛克利斯之鉴一样 叫他悬在头上 那么他就会记得 我不可不能不能这样去统治 这样统治太残酷 我的命也不保 但是呢 如果你国民对吗 对于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挑战的话 那那个可想而知 那就会使怎么样 那么可想而知呢 就会使这个社会是越来越专制 那么梁继超曾经在一本书里面 他说过这样一话 他说欧洲一百多年来的种种有主义的政治 都是从这种市民群众运动中制造出来的 他说一部西洋史一言一辟之 就是国民运动史 那就是说你这个社会制度走到哪一步 你这老百姓是有责任的 是好是坏 你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 对吧 一个这个是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吗 当人们放弃对政治的参与人的惩罚呢 就是让坏人的统治 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 从自然界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 也有这样一个启发 大家都知道这个风啊 狂风啊 它碰到这个林带啊 它会减弱 对吧 减弱过以后 这个林带二百米以外 这个风啊 还会慢慢的恢复 恢复到原来的那个风力 但是如果这个林带啊 都小于二百米 还在说一直都是林带 那这个风逐渐的就会变小 最后怎么样 这个风就没有了 从这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社会不也是一样吗 如果你这个社会成员 怎么样 碰到这个坏现象 同志阶级去这个恶劣的时候 大家都起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都能够与同志阶级理论一番 跟他去斗争一番 那么这个社会 他就不可能太残酷 太残暴 相反大家都退让 那个这个时候就很 很容易看到了 对吧 这个狂风 为什么能够狂起来呢 因为你这个挡风带没少啊 没有太多挡风带 或者挡风带距离太远啊 对吧 中国人啊 没有愿意做大风去 大树去挡风的 都愿意做怎么样 小草去匍匐 做小草呢 去匍匐在别人的脚下 而且怎么样 他还一做小草 感到荣耀 对吧 有一首歌他唱到的吗 我是一个小草 我的朋友遍天涯海角 我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很 很来趣 你就是一个在别人脚下 随时被践踏的一个小草 你哪来个天下的朋友 一个社会 各阶层力量的对比 不取决于其人数的多少 而取决于这个社会怎么样 各阶层的组织化程度 任何一个社会 统治阶级都在这个社会中 人数中都占的几少 但是这个社会占绝大多数的 这个人却受着几少数人的统治 就像老爷子常讲的 你十四亿人口 真正统治阶级有多少人 对吧 你被骗了将近一百年了 你天天现在还在这里喊 你喊被骗有用吗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多的人 一直被骗 对吧 你一直被骗就证明你是蠢 你蠢 你承认自己蠢 你才能变得聪明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承认 中国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蠢 都是认为自己非常聪明 对吧 中国人总认我是聪明的 而就是这种聪明就害了中国人 那么一个社会 只要这个统治阶级 能够勇敢的向这个权力去挑战 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太坏 这个社会就会出现怎么样 很多的好的现象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英国历史可以看到 英国在这个英国是中国近 是世界近代史上的这个文明的这个 文明这个民主的这个产生地 那么西这个清朝在兜兜王朝啊 这个160多年的时间里啊 共许有九位 有九位国王的统治英国 这九位国王中呢 其中有六位是被废除的 在这六位中呢 有五位丢掉王位的同时 命归皇权 金极化王朝 金极化王朝的时候呢 也是常常面临着的叛乱的这个威胁 很多这个王氏啊 不得不向这个国民啊 做出极大的这个让推让 大家读一读英国史就可以看到 英国总在矛盾最大的时候啊 最先做出妥协的 王王是王氏 王氏一看这个 一看这个分部队就会让出一部分权力 一部分利益来给这些斗争的人 所以英国能够能够怎么样 能够最早的实现这个现代性的民主 啊 最早的进行了这个宪政 那么这个 他就来源于怎么样 英国这个人民的这个好斗 在这个 在玫瑰战争时期啊 这个几十年内啊 那么英国的英国的这个贵族啊 那么从开始的这个一千多 一千 这个一几百个这贵族啊 到这个最后呢 只剩53位 再开始这个 一会中53位贵族啊 到这个玫瑰战争之后啊 就剩了29位 这贵族都死了吗 多呢 其余的那些这个 这些小官们的更不中讲了 就是流血 一次次流血 让这个英国的这个 一次次的下层人民的挑战啊 让英国的上层感觉到 必须怎么样 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必须让人民有利益 为了自己的生命 也必须保障人民的生命 一个社会 你想让这个社会 能够变得文明起来 首先你必须是上层文明起来 你想 如果一个社会想没有屠杀 那么首先必须这个社会的上层 不去屠杀 一个社会 如果想这个社会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首先必须是统治阶级 先和平 理性 非暴力 你下层 你上层是滥杀一气 你要下层和平 理性 非暴力 你这个社会能够可能吗 对吧 你杀哪一个人 哪个人没有仇恨 你积累了这么大的仇恨 这么大的社会 矛盾 你还叫别人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那可能吗 所以现在很多的是中国的那些文人 喊着口号那些东西 他根本就是怎么样 就是 就是统治阶级 为统治阶级在帮忙 还有很多的人在符合他 根本可以说 你就不懂得他们的这个 这种喊这个目的是什么 一个社会想走向这个繁荣昌盛 首先你必须同志 就让利与下层人 必须保证下层人民的财产 能够得到怎么样 得到这个有效的保护 才能够使上层社会 能够打的权力 能够保的 那么英国的近代历史上 有个叫皮特的这个首相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大家可能很熟悉 他说不管这个百姓的屋子 多么破 屋子多么漏 英国王室的这个军队 也不能踏进门槛一步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那么这个门槛呢 其实就一种权力的划分 就是在这个门槛之内 你不管在穷的这个穷光弹 他的权力是至上的 没有人能够干涉的 没有人能够随意剥夺的 所以 所以英国能够君主立宪 所以他能够贯彻 能够进行这个光荣革命 一直到现在英国王室 都有这么很高的威望 大家可以这个读读英国史 你会看到 英国王室确实有着很高的 可以说道德修养 尤其是对国家 国家的建设 对国民的这个 那个引导 以及对国民的这种爱护 这个这个妥协退让 为了保护这个人民的利益 他王室能够一次一次的退让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所以他能够保持这个被英国人民尊重的这个王室 现在有个别的为清王室去呼喊 认为中国这个错过了清末的这个君主立宪 清朝是个什么玩意儿 清朝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一个杀人的机器 他给中国建设带来什么 中国这个汉族人被这个这个清王室杀到多少人 这样一个杀人的机器有什么合法性合理性还要存在下去 推翻他 这个清末这个袁瑞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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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砸碎 他让给给清朝留下了太多的这个麻烦 对吧 当时如果农民起把他汉汉杀掉救命 现在的清朝的遗劳遗少在现在 在去去为他们这个去去呼唤那个亡魂了 不可能这个清末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 现在都不可能实现 想实现君这个对最高权力的限制 首先必须下层人民站起来 下层人民不能站起来 你不可能限制最高的权力 刚才我引用梁七朝的一句话 就谈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一部西洋史 其实就是一部国民史 也可以说是一部国民决行史 或者一部国民的斗争史 没有这一部历史 那社会是不可能同志要去让 把这种这个他记得的东西给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必须下等人主动起来 改变从自己去做起 首先要承认了自己的这个农历的地位 然后才又改变农历的这个地位的这个可能 如果你处于农历的地位 你还心仪然的以主人自居 那可以想象 那你的命运一定一定决定了 那你因为你不承认你处在这个农历 或者这个这个囚犯的地位 你不可能去改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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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